台湾食堂,它在哪里?它是一处餐厅吗? 其实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餐厅,但它却是无所不在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要是任何台湾这土地上的菜肴或做法或食材 能够因此它的味道能够让你熟悉到 立刻联想到你的家、你的土地、跟你的亲人的 那就是台湾食堂里面的菜肴 事实上,它也是公共电视所推出的一个大型美食纪录片节目的名称 推出以来,生活好评,而即将推出了第二集 在第二集中告诉我们更多这些食材背后的故事 更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或因为那些食材 而立刻联想到对乡土的一份情感 花莲的金针、新竹的柿子、米粉,这些都是故事 而今天我们特别要跟你提的是在云林骨坑里 想象不到的麻竹笋 它在每年农历的5月到8月正是这时候盛产的季节 还有在新竹内湾的野浆花 你说它不是个花吗?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调味料 而且自古以来就因为当地的特殊的气候环境 而孕育出这项食材的调味品 如今,只要强调野浆花的味道 你就可以知道内边人的情感 以及他们对于那份土地之情的坚持 的确,吃东西很简单 但吃东西后面的料理却不容易 那是料理的人所付出的心血 最重要的是能让你感受到一份家乡怀念的滋味 吃出家乡味,想起家乡人 真是一个美感 我们来看看台湾食堂的故事 野浆花根是内湾人八九十年前 使用的一个天然调味料 为什么现在没有用呢? 原来是制造过程比较繁琐 要五到六个星期的制作过程 刚好我们内湾有一个阿婆 种了好多的野浆花 结果后来想说 既然野浆花根可以当调味料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向去做 一个念头就把失落的传统重新复兴了起来 把辛苦采收的叶子洗一洗当成粽叶 而野浆花的根就拿来取代味精 在新竹内湾因为未处山凹 野浆花盛开 于是这里有个独特的美味 野浆花种 有味道还要有人情 在这里已经少有年轻人 阿婆用她那熟练的手 把野浆花粽子串出商机 那最多的时候包过多少呢 很多 一天包一千个 他们一串种子包下来 正负没有差多少 等一下我们要蹭一下试验看 来到内湾 小火车是许多游客的目的之一 就像野浆花被当地人重新唤起一样 曾经末路的内湾 靠着观光展现了她的新风貌 一段野浆花的故事 台湾食堂不只告诉你到底台味 她还要把对家的思念端上餐桌 仔细一找 原来台湾到处有着 对野浆花情有独钟的人 这里是宜兰的原山 因为这里是泉水 全部都是泉水 然后这个水要找适合种水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的野浆花 这么说可一点都不委屈 因为坚持 所以把野浆花当成有机食材在栽培 即使它在多数人眼中 相对廉价 随便摘都有 但就是能吸引到 试货的人 然而 体会未来与生活的变化万千 哪只是局限在某种东西 更不仅止于平凡人 差不多七岁 一年级 就跟着老爸 散伤 散伤去采竹笋 这一股坑的话算 台湾来讲的话是算 很辛苦的一个乡镇 雪蛙是知名主厨 但他说他是个乡下小孩 没做过什么厌报赤 越乡下的东西反而越好 骨坑家乡赐豪的麻竹笋 曾经是日本拉面里最爱的配料 想不到水蛙师的父亲 也是个行家 你吃怎么这么快 我去参加比赛 有跟水蛙师同样丢金牌吗 我丢金牌 丢金牌 我们以前洗澡那时候是怎么煮 以前洗澡就用茶 用茶 茶口 用茶口 茶口来煮 现在用蒸汽了 现在有蒸汽了 较快又较为卫生 对 只是用大火滚 一股笋香似乎就已经扑鼻而来 水蛙师的父亲还说 看着笋尾越后面越老 要做凉拌的话 一定要把它切掉 润度才会出来 而对嘴挑的水蛙师而言 嘴忘不了的家乡味 就是这一道了 这一道是那个笋干 笋干烘击 那个味道真的 真的到现在都还在怀念 六口水 我们再怎么煮 都没有妈妈的味道 连大厨都自探不如 原来亲情才是最佳的调味剂 简单的麻竹 看尽丰富的人生百态 六十八岁的牛车嫂 还有七十四岁的牛车伯 割损四十年了 仍然上山作活 你们家的刮孙子都要牌肉香吗 牌肉香 牌肉香 牌肉香的顶骨 最传统的做法最简单的情感 连煮麻竹都要坚持古法 这一顶要放多久 这一顶要放多久 没问题啦 没问题啦 明明有更便利的方式 但牛车伯却选择外人看似最麻烦的 最可贵的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 一方水土一方人 土地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 你背后那个就是花冬重谷是吧 对啊那个是花冬重谷 那个看到那个河床是秀古兰西 六十淡山是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最近的地方 一大片的金针花海观光客视它如珍宝 但其实对花农而言 要是自己的金针园开满了花 那铁定会哭 因为金针花采的不是花朵 而是花苞 早上六点多花农周庆南就带着两个儿子开采金针 这活到现在人无法用机器取代 因为花朵大小不一还要懂得变色 在完全人工的付出下 料理它就像呵护一般的小星 就是金针你不能煮太久 太久了它就是 它就会氧化就变黑 台湾食堂透过平凡无奇的饮食文化 勾勒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从野江花 麻竹笋再到金针花 这已经不是单纯食物的故事 人物之中扮演的角色 挑起你的味蕾 更感动了你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